这个魔鬼 我们的社会国家需要原谅吗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法律对于犯罪人 是不是包容已过了度了 血淋淋的例子 一个杀人的魔鬼 证火的魔鬼 我在这里忽悦 招呼部把这个 关到死 你们这些杀人犯火的 你们有什么资格出来 这个证火案 发生在民国94年 在94年的期间 然后呢 这个魔鬼 他的名字叫做良明忠 每天家属 就是在那边担忧跟担忧 为什么呢 因为数数日子 按照我们现在的假释规定 这个混蛋 这个恶魔 应该可以开始申请假释了 所以家属 越想到这件事情 每一天 就是只能吃药 只能在家里发抖 然后一部门都不敢出去 情何以堪啊 你看看这个魔鬼 我们的社会国家需要原谅吗 当时为什么没有判死刑呢 我们讲到这个魔鬼好了 在民国84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放火了 结果那时候第一次被抓到的时候 我们的法院判他什么呢 判他就是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 一个放火的人 我们的国家只判他一年十个月的刑刑 然后还可以缓刑四年 如果当时判重一点的话 那我们的被害人 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 他弟弟的女朋友 就不会被烧死了 我讲到爱安他多无辜 其实他认识这个男生 前后就只有三个月 差不多第三个礼拜的时候 这个男的只是认识 就压着他到顶楼去 动不动就威胁他 你不跟我往来 我就推你下去 我就把你摔死 然后他的爸爸妈妈 基于保护女儿 也不断地告诉这个性良的恶魔 说麻烦你放过我女儿好不好 你拜托他不要骚扰 结果呢 一个惯性的纵火犯 继续就是要骚扰人家女孩 就算了 然后呢 买了汽油 心中怀恨 得不到这个女性 就把人家的爸爸妈妈 还有弟弟的女朋友烧死了 我心里最感动的一件事情 是弟弟的女朋友 弟弟到现在也饱受折磨 有时候他们姐弟 就是只能抱头痛哭 尤其是在母亲节前 他们想念母亲 每一个特别的节日 他们都思念家人 据我所了解 弟弟到现在事发那么多年 每一个月都还去帮这个女孩子上乡 每一个月都还去帮这个女孩子上乡 已经历经了十七八年 但是她心中的痛 有人了解吗 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监狱的受刑人人数 截至一百 一百一十二年的一月到三月 总计是六万多人 当然到后面还会慢慢累积下去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监狱新入监的受刑人申告的刑 大家可以正视这个问题 正视这个问题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法律 对于犯罪人是不是包容已过了度了 为罪我支持应该给予一些更生的机会 我支持 但是对于一些杀人啦 泯灭人性的 大家看一下 从一百零八年到一百一十二年 死刑 没有人被判处死刑 你怎么杀人怎么放火的 我们的国家就说不用死刑 没有泯灭人性 然后我们看一下无期徒刑 从一百一十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变化 一百一十年 还有无期徒刑 二十五个人到一百一十一年 变成只有十四位判无期徒刑 更甭说死刑了 从一百零八年开始 我们手上的资料 其实也不止一百零八年 你有看过死刑犯被执行的吗 我们的宪法就明文规范 有死刑的啊 但是没有枪决过死刑 但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 且不谈死刑的问题 可是对于无期徒刑呢 近年我们有的法律在修法 可是面对刑法第七十七条 我们还在讨论 还在讨论说这个 如果他在积压期间 可被算到无期徒刑的二十五年里面 你们还在讨论这个 你们有没有正视 今天被害人 他们的心情 什么叫做无期徒刑 即使有人讨论说 我们现在要来修法 无期徒刑 还是要执行二十五年 可是溯及过往吗 我想今天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包含了安安 其实今天的记者会 我也不敢多说 也不愿意再让他这样承受 但是他今天勇敢站出来 不是为了自己 他聊到在过去的年间 也不懂什么叫做被害人保护学会 他不知道 然后就只是恐惧 只是忧虑 可他今天勇敢的站出来 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告诉国家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法务部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良民宗下个月就可以申请假释 你们会让他出来吗 我们要的就是一个答案 一个杀人的魔鬼 震火的魔鬼 我在这里忽悦 法务部把这个良民宗关到死 有多少被害人 就是这样活生生的活在恐惧之中 然后有些人放火杀人之后 关在监狱里面 每天吃饱喝饱 还每天想着假释 你们有资格配吗 我再强调一次 我做了很多年的更生的照顾服务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给更生人宽容的机会 唯一就是你们这些杀人放火的 你们有什么资格出来 尤其是强奸女人 强奸小孩的 所以我今天跟家属站出来 尤其我非常的肯定家属说 我希望这个社会都能够给他资源 我希望这个社会 大家都能够生云安安 我希望让我们的国家知道 一个国家的先进 要投论的法律问题很多 姑且跳过死刑 我们不谈 请法务部告诉我们 正是什么叫做无奇徒刑 纵火杀人天理难容 无奇徒刑 就是应该要终身监禁啊 我们只想到要包容 包容很多受刑人 包容很多犯罪人 这就是被害人 在前面 想要告诉大家 他的心情 我想等一下 因为安安比较 我摸着他 他还是一直发抖 那我想安安等一下 是不是可以让媒体朋友 单独过来靠近你跟采访你好不好 还是你还是要有些公开话要说呢 嗯 我先问一下好不好 你自己讲一讲 当时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好不好 可以吗 OK 他没办法表达你们等一下再靠过来问他一下好了 那我今天帮你的呼吁够吗 可以 OK 那你自己要坚强好不好 那 我们等一下会提供安安一些他想要的法律问题 那我想 我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怎么样子走过我的人生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媒体朋友的帮忙 帮被害人家属的声音传达出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